马六甲发生一起家庭悲剧 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掐死了9岁的弟弟 没错 她母亲就透过了这个病毒电视 发现了儿子的行径 联系邻居前往查看 却依然救不回这名9岁儿子 涉案少年今天早上被带往马六甲 爱及了推示亭申请延长扣留 推示就准许警方延扣7天到12号协助调查 马六甲甘榜五级比亚都 昨天中午发生一起害人命案 一名14岁的少年在家掐死9岁弟弟 事发当时这对兄弟的父母都不在家 母亲是透过闭路电视 发现大儿子正在掐三儿子的脖子 连忙联系邻居到住家查看 但邻居抵达时 9岁的弟弟已经脸色发青 卧地 没有生命迹象 涉案少年今早被带往爱及勒推示亭申请延长扣留 推示准时警方延扣7天至7月12号 以协助调查 由于涉案者未成年 警方不允许媒体拍照和录影 马六甲中区警局主任克里斯多福指出 警方正在调查少年的干案动机 呼吁公众顾及家属感受 不要胡乱揣测影响调查 警方也透露 男嫌犯是四名手足中的长子 就读于一所阿拉伯学校 在校内不曾有纪律问题 男死者被发现时 倒握客厅 脸部 鼻子和颈部都有伤痕 警方暂时将援引刑事法典302 谋杀条文 调查这起案件 据了解14岁的涉案少年 曾经是学校霸凌的受害者 也曾经忽然发狂 但是在服药后 情况有所改善 少年的父亲也承认 儿子曾经有掐过他和妻子景象的记录 导致他和妻子都受伤 只是没想到这一次会酿成如此严重的悲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